2100点圈 哇 2100点圈 猫哥为何冲了这么多的点圈 近期并没有什么开箱活动 想必猫哥是用来冲水晶的 必定如此无疑了 那么就由我来帮他实现这个梦想吧 282个幸运值 闭着眼睛我都能给他开出一个未来 毕竟这个幸运值越高就越容易开出水晶 这时候展现我记忆到宝真正的实力了 只要我在今天能开出一个水晶 就相当于便想帮猫哥赚了300块钱 也都卖得了不过分吧 诶 怎么回事 测速已用完 幸运值333 辣爷 哇 你们就当什么都没看到 我先溜了 哎呀 昨天上个臭手的功夫 却被这臭小子烂负了3000点券 现在是333的幸运值 就算28点就361必出水晶了 我的天啊 这和丢人的好吗 像我坦坦的福建开箱网 开个水晶竟然需要361 这时候就去不烂的消掉大牙了 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在361之前再开个水晶出来 然后361再出一个双喜丽门 只有这样子才能往回表弟给我带来的命运损失 问题不大 一两次的失败 并不能否定我之前的成功 我算算这个水晶开了我多少钱 361一次一次6块钱 361乘以6 在下告辞 对了 纠结症又犯了 这个水晶我该画什么呢 五十天还是小鲁曼 大家给你意见吧 我先去医院看望我的表弟了 告辞